各位大哥 这娃娃鱼好像都不见了 好像都越狱了 看一下 一共六条娃娃鱼 结果今天早上来看了 就还剩两条来了 其他不知道跑哪去了 我检查了一下四周 也没有看到 其他跑哪去了 应该是跑到这里面去了 要么就跑到下面去了 仔细看了一下 这里好像躲着三条 那就是跑了三条 还有四条在里面 一二三 一二三四五 都在里面 一二三四 六条都在里面 我以为都跑了都在 对大哥 吓我一跳 都在这里面去了 哎呀 吓死人了 去紧了一块木板 用来给这个娃娃鱼做窝 还是按照娃娃鱼的习性来黑暗幽静 看来娃娃鱼啊 确实比较喜欢 幽暗的环境 所以说这块木板给他搭好了 下面的空间的话 完全是够他们躲藏的 但是又涉及到个问题啊 因为我们附近山上吧 有那些鸟类啊 会下来搞吃的 搞了块木板的话 我感觉 以后那些鸟类 会落到这块木板上面来 娃娃鱼的话他们应该不会吃 但是泥秋什么的 肯定会吃 为什么说有鸟类呢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里啊 就有这个鸟屎在这里啊 说明啊 有鸟来这里 我这个放不扯来捕食 各位大哥 从水里面啊 做到一只水蜈蚣啊 这应该是非常好的蛋白质啊 给这些娃娃鱼丢进去 最后我想了一下 还是给他们搞个主要的一个 一个窝 然后其他树叶啥的都丢走了 这样看的话就简单明了一点 也方便我们后面来观察 再给他们投一把料 这娃娃鱼啊 应该还没怎么开口 里面的话是有泥秋有虾的 再给他喂点这个鱼的吃料 希望他们能开口啊 给二号堂的大鱼啊 喂点料 看他们这个天气开不开口 大致看了一下 这些料都盛下去了 大鱼再吃 今天还好啊 去见了一场啊 那六条养殖的娃娃鱼啊 都还在我那个方布尺里面 但是还有个问题啊 二十多天前 我买了一万尾那个西石斑的鱼花 放进方布尺里面 都二十多天过去了 我看了下一条西石斑都没看到 那应该就是没养活啊 正常的话你差不多二十天了 应该也长大一点了 但是一条都没看到 就看到里面有虾呀 有那些泥鳅啥的 这座西石斑的鱼花太难养了